我是赵浩康 为你回到乡学民报告的现场 好 那么我们有一个马英九今天拉票的一个新闻 带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到底怎么拉票 2004年的时候 我们年前副总统竞选 当当时只差两万多票 每一个票贵只差两三票而已 同样的在2006年高雄的选举 我们的候选人黄军英只输了1114票 平均一个票贵只输了一票多一点 所以各位每一票都很重要对不对啊 对 大家回去至少拉十票好不好 好 每一票都很重要 好这边有几个例子 2014年冲动大选刚刚蛮久讲的 陈水平拿64万6117 然后呢拿了50.1% 然后呢这是也是64万 35614 拿了49.9 只差0.2% 差了25563票 差这么接近 在连战跟陈水平那一次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这全台湾地区是差两万多票呢 他这么少一点票 不过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陈水平现在如果知道 那个时候就让连战当选算 那搞不好现在也不用坐牢了 因为他那些弊案什么 很多都是发生在第二任吧 不然是那个这么接近不是常态 因为那是两颗子弹的情绪 我觉得的话搞不好连战赢了 2006年高雄市长 陈举37万9417票 黄军37万8303票 差1114票 差去0.14票比0.18票还少 吴敦于在高雄市长连任输卸团那次 也是指出了几千 好像4千多票 你差一点点票 这么激烈 2012会怎么样 所以马亦就刚刚喊话 好 现在双方都在诉求 你这一票很重要 我们看蔡英文怎么诉求 好 都在诉求宝贵的一票 最后的一票 那我刚刚这个 反正有点错 是640万 都640万 不是640万 台北市场都选不上 640万 好 那么大家看了 有什么感想 有感动到吗 老沈 你怎么看 这两个广告 他们的诉求 每一票都很重要 当然都是诉求 都是感性 说理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觉得两个广告 差不多啦 都不错 我认为 如果从7月到现在 选举都是这种打法 那不多美吗 对不对 为什么留到最后 选举无事 为什么留到最后一刻 才开始美起来了呢 我也觉得好奇怪 难道不能从一开始就这样 不过我告诉你 你把那个维纳斯 取回放到家里 三个月以后 他不是维纳斯 所以如果从头到尾 就给你这样美 到现在你也没感觉了 对 我完全同意了 我想这两支广告老实讲 你发现其实 如果换个党大概 这个好像都可以用 你差不多是吧 记掉 应该两个都可以用 就说就差你一票 这个很重要 我当初第一次选的时候 把那个主角换一换一样 我第一次选的时候 那时候想说 有一个来报复学院 他老实讲说 查你这票 我心里想 我差很多 怎么只差你一票 后来因为每个人只投一票 他就告诉你说 我只差你这一票 这是你经济学 编辑效应 假如说你票很多 你不差我这票 明天天气好 我去郊游去了 天气不好 我在家里继续睡觉 你这一票是关键嘛 他这个编辑效应最高嘛 就在沙漠里喝那杯水 你就是这杯水啊 不喝我就死啦 我就差你这一票 其实这个意思嘛 有人不是这样吗 大家都输最后一票 没有 但是我 我其实觉得 我们选举到最后 真的打的是情绪 这点很悲哀 我让世界各国都这样 到最后就是感性的诉求 看谁催泪 那两部片都还蛮催泪 所以我预估 这一次我们选举的投票率 会相当高 会的 大家猜一下 可是天气很冷耶 对 虽然天气 会不会有80 有没有80 我们这边民调 都是用八成来算的 八成的 八成的投票率 八成 你们觉得对我八成 我的感觉应该 应该就是在八成左右 甚至比八成还要高 因为我所接触的 最高的时候 曾经到八成二了 对 最低的时候七成八 好像好像上次 上次七成八 2008年只有七成八 那我认为那个时候呢 绿的没出来 因为觉得陈水扁 他又不愿意投给马 投给蓝 又觉得很丢脸 所以大概有两 但是之前 2004年的时候 还是2000年 曾经到八成二 成是这样子 所以到底 投票率也蛮有影响 所以这次投票率这么高 对立委其实 选举的影响 其实很大的 因为立委一般来讲 过去只有七成左右 六成 六成多 不到七成 你再等于多一成都是 那一成到底投谁 那一个就变成说 是总统带着走 换言之 假如今天说 因为投总统才来的 因为投总统才来 所以他一定是投 那个总统的政党的 那个候选人 立委的候选人 好我们需要再回来